有朋友来访,福利乐乎,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罗伦朋友大家好,我是Ann,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你知道脑科学是什么吗? 而脑科学相关的工作又有哪些呢? 脑科学和心还有灵魂有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我们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台北医学大学心智意识与脑科学研究所教授 同时也是人文及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曾祥飞教授 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键订阅 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哦 很荣幸曾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欢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节目上见面 曾教授我想先请教你 脑科学是什么? 脑科学可以用医学和或者是科学的方式来诠释 所以这算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领域 或者说它包括的层面非常的广 感觉好像比较新是不是? 一般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部分 应该说一百多年前或两百年前就有了 只不过以前呢 可能做的研究太基础了 可能是研究一个海底生物的单一细胞的那种神经元 所以跟一般大众的生活没有太贴切 所以你可能不会在科普里面读到这样的文章 那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投入这样子的研究 然后越来越多人想要把这样研究 跟我们的生活中做个连结 像是消费者行为啊 或者是也许政治啊这种东西 所以民众听了越来越有感 那当然它的曝光率也就越来越高 所以的确是大家现在常听到脑科学的研究 可能也是见证了它进步越来越快的一个发展 以前可能听到脑就直觉的想到医学 对不对 对所以的确是医师们开始这方面的领域的研究 所以像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 所以像我们常想到的神内的神经内科疾病 像这种neurology的东西 那它一定都是属于神经医学相关 近年来这个神经医学的触角 也慢慢的进入精神领域 所以像过动症或者是自闭症这些东西 也慢慢的可以用脑科学来 它毕竟是不一样的行为 所以可以慢慢用脑科学来研究 所以目前来说以医学来说的话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复健科 像是语言治疗音乐治疗 然后再加上精神科 这几个领域都慢慢的跟神经科学 有很好的结合 那你刚刚提到现在其实脑科学 可能跟商业的一些活动 或是社会大众的一些行为都有关系 对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医学 都是在研究病人 或者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假健康 也就是不是真假的假 假健康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 要怎么预防疾病 那也有一组人像我这种认知神经科学的人 我们在研究的是一般大众 就研究我们不研究病人就研究正常 那朋友可能会想说正常人是什么好研究的 我们都活蹦慢跳没有什么问题 像有些人会有些我的同事 他喜欢研究小孩子 人的语言是怎么发展 人的 为什么小孩子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要到20几岁才慢慢的成熟 那所以这个可能跟前额叶的发展 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大脑最前面这个负责理智的地方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人类从小到大 或是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智力 或者是性情的一个变化 其实都跟大脑有很深的一个关系 所以研究小孩子也有 研究语言的也有 研究空间感或创意的也有 那像我是研究记忆和注意力的 所以我的研究可能直接就可以变成 产品研发端 可能做3C的产品的公司 或者是做汽车辅助这种公司 他们一定要知道驾驶者的注意力 哪里有缺陷 你才能做出一个好的机器 来补足驾驶者的注意力 你如果不知道人类的缺点在哪 你怎么去做一个相辅相成的机器呢 这样 所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人性是什么 就需要脑科学来把它勾勒出来 我们的优缺点在哪里 哪些地方是需要机器帮助的 哪些地方不需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人各式各样的面向 就算是健康人 各式各样的面向 也可以开始用认知科学 和脑科学的方式来切入 这样感觉脑科学 涵盖的范围非常广 大概可以有哪些的研究范围 像是感知 所以我们可以把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稍微自省一下 来想象说 那我平常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假装我起床 我睁开眼睛 我看到的天花板 和我的家里的场景 这个一定就是一个视觉的辨识 所以视觉的辨识应该可能是第一关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注意力 会在这个地方 我开始找到 我的手机放在哪里 我要看有个讯息 所以接下来你的注意力 可能像探照灯一样 在看这个场景 然后你找到了你的手机了以后 你可能想说 昨天我跟谁谁谁讲话 我现在要check一下这个message 有没有传成功 所以你就开始去找你的APP 所以光是这样子讲 也就会说当你起床 一睁开眼睛到现在 你从perception进入到attention 再进入到memory 然后结果呢 你读了某些message以后呢 让你非常的开心 或非常不高兴 接下来又从memory进入到了emotion 所以这么多不同的阶段 有的是用不同的顺序发生 有的是同时发生 所以任何 基本上我们生活中任何有的体验 都是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所以对啊 起床到现在 然后接下来要做一大堆事 是是 原本没有停的嘛 那你们需要做的研究好多 涵盖的范围好广 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训练同学们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只是 脑科学里面有一个跟其他科学 很异常的地方在于 问问题的skill还蛮重要 因为问题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用工程的方式 去训练我们的同学说 你要怎么解决问题 身为一个科学家 有的时候 你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 其实世界各地都一样 就同学们 常常很注重 我要怎么解决问题的逻辑 有的时候 如何问问题也很重要 尤其进入脑科学以后 变成什么东西都是脑科学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把它 客观量化 然后用个科学的方式来回答 来捕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我知道你有情感 我知道你有注意力 可是我看不见它 那我要怎么量测一个隐形的东西 所以这个后面就会变得很 很 很复杂 不过你这么说话 倒是还蛮想请教教授 那脑科学的研究是如何进行呢 就像你说我们从起床 各种的感知 各种的反应 有这么多 但是 这是要如何来研究呢 对 这是个很 这是个很深的问题 所以 所以一般的民众进到我们的实验室 他可能心中期待的就是 老师你会 给我身上连一大堆 生理的这种 或脑坡的仪器 那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你就可以看透我的心思 然后你就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 对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希望有一天可以这样 那我们现在还非常的粗浅 所以 假装我今天想要研究注意力的话呢 我可能会给他 一个画面 然后呢 有不同的东西出现 接下来他的注意力 要跟着那个东西 一直移动 看看他如何专注 那再来 如果我想要车他分心的 他注意力会不会 他是不是很容易分心的人 那我可能他在追着 这个球在走的时候呢 突然出现几个那种 其他颜色的球 来让他分心 然后看这个儿童 这个孩子会不会 不小心 眼睛就被抓走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量化 他专心 也就是他如何跟着这个球的轨迹 我知道这个球在电脑上的轨迹 是这个样子 那他眼睛或是他注意力的轨迹 也是这样吗 还是中间有差别 所以我去算那个 他的轨迹跟正确轨迹中间的面积 那我就知道 我就可以量化他的 减乎的多大 那接下来我再看说 这个减乎大的地方 是不是正好就是干扰物出现的地方呢 如果是的话 应该就是干扰物引起的 如果不是干扰物在这边 可是他deviation就出现在这边 那表示可能他自身 自身自己 对 我刚才也蛮想问 就是不会有很大的个别差异 比如说 如果说有一个孩子 他比较喜欢红色 你今天干扰球 是红色的球出现 他反而就比较容易被吸引过去 然后跟一个不喜欢红色 对红色无感的人 是不是他们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就会差很多 所以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以前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 课本上可能都会写说 为了要消除这个个别差异 可能要收大量的样本 所以有人喜欢红色 有人喜欢绿色 然后他们彼此都cancel out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直到了今天 差不多自从2000年开始 我们的思维模式 在脑科学的思维模式 稍微改变一下 变成说我们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学70年代 去把这样的个别差异给大家都和在一起 把它彼此抵消 可是更好的一个做法是 我就拥抱这个差异 我就systematic 有系统性的去研究它 我不只用很多的颜色 我还可以做个体化 看看这个人什么样的干扰物 让这个人特别容易 让这个孩子特别容易分析 这个也跟近年来做精准健康的这个趋势 有一点点关系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 你有癌症吗 就这样给你这个化疗 也不问你是怎么样 现在可能会问说 那你要不要先做个基因检测呢 然后再看一下你的性别年龄 然后去做一些个人化的这个精准治疗 那在脑科学也有受到这样子的逻辑的影响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 take advantage of这个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像刚刚讲的 也许不同的颜色 会让某些不同的孩子们分心 那我就要把不同的颜色的 不同分心情况下的孩子们给分类 分类以后我再去做脑泼或脑造影 这样不就可以让我知道 他们个体差异的脑内的这个源头 是怎么来的吗 所以当我不去 当我不要想要去消灭这个差异 而是去努力的观察这个差异 反而去把脑的量化研究 脑内就会给你 脑的影像就会给你答案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个体差异 其实也是因为脑的关系吗 呃 是 这个我不敢说这是个完全正确答案 只能说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没错 这样我个人会认为说 任何我们在外面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一定都是透过脑当成的媒介来做的 所以我会相信说 不论是我的亲人得了失智症 还是呢 我的孩子得了思觉失调症 这个一定可以从脑内看出一点点端倪来 这样子 而如果可以从脑内看了一点端倪的话 如果我相信脑是它的源头的话 也就是先有脑当上游 才有行为当下游 那我要怎么改变它的行为变得更好呢 我应该要去改变它的脑 反之如果今天你相信脑是下游 然后是先有行为才有脑变化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改变脑都没有关系 因为那问题是出现在上游 所以不论问题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最上游的这个源头 才能去改变它 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医学 都会再做一些脑的刺激的治疗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医学都会相信说 是先有脑的变化 才有这不同的这个行为 那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往脑这边做 那当然这不是在讲说脑好像听起来很生理 所以你的心理就不存在 这完全不是在讲说心理资商好像就不需要 事实上你的心理资商如果有用的话呢 那在脑上应该也会看到一个有用跟没有用的一个差异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新的问题是不是要重新发出呢 没有错的 还是要有人跟你跟你讨论跟你谈互相彼此辅助 这个social support它有没有用 一定也是有用的时候还没有用的时候 一定也是透过脑来激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人的行为从心理和生理来看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我们不需要过度的着重脑科学 也不需要过度着重psychology这样子 就是psychology跟neuroscience其实是可以一起放在一起 而且他们中间是没有 对以前好像就是神经然后脑的一些研究跟心理学的研究 一般大众会觉得好像是分开的 但是刚刚听你这些分享又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些领域 其实也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是吗 对对因为以前neuroscience可能还是太医学 所以都在找这种神经生理的疾病 所以然后人的心理又太复杂 行为也太复杂 所以应该说就算现在要用neuroscience去解释 这么复杂的人类行为或人类的个性 像说内向人的脑跟外向人的脑的这个连结 是真的一样的吗 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可是问题是它太复杂了 我们真的找得到吗 直到近年来这种运算技术的这种突破 慢慢让我们可以quantify 所以从70年代开始 可能大家都只是找中风脑伤的病人 所以这个地方中风这个人就说不出话来 然后这个地方中风他就说得出话来 可是听不懂别人讲话 然后这个地方中风他就会迷路 所以我们慢慢的一块 有点像一块一块拼图去找 那可是 这我相信北美的人看就很有感觉 可是你的complex behavior不是只是一块一块那种硬碟和CPU那种抓在一起 它其实是不同的脑区彼此有不同的网络的连结 否则人脑也就那几个脑区 怎么可以拼凑出这么多 这么复杂 对 从你说的一早起来 各种感知各种的那个的反应 全部都是在里面 对 也就表示说虽然我们两个人 虽然只有两个人 可是我们可以讨论几百种不同的话题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人只能负责一个话题 所以这个传统的这种一个脑区负责一种功能的思维 现在慢慢的被取代中 而是这个脑区他今天要负责什么功能呢 完全取决于他现在跟哪一个脑区在聊天 这样子 而这个聊天的速度 像这个oscelation 又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来加入 那所以如果这样就觉得说 其实我只要几个脑区 我就可以有几百种不同的行为模式 也难怪以前我们的思维没有办法解决 人类这么多复杂的行为 现在慢慢了解了 然后慢慢有这样的运算的科技去做 所以大家才会在媒体上面看到越来越多这种贴近 比较贴近我们生活 比较贴近我们心中想象的人的复杂度的这种研究 对对 你刚刚提到 其实这跟贴近我们现在生活的研究真的越来越多 不过我也还蛮好奇 如果应用到工作上的话 跟脑科学相关的大概是哪些工作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科技公司和这种车厂 像我以前在车厂工作过一阵子 基本上这种大公司都有非常多的人因 我们叫做人因工程师 那人因工程师其实大部分都是做认知科学或者是认知的脑科学出身的 戏骨其实就是一个人因工程的大本营这样子 那所以非常多非常多心理系或者是认知科学学系毕业的人会去那边变成人因工程师 那另外一种的话呢 可能可以变成marketing这方面的转厂 所以像你比较了解人类的行为 然后你知道人类的行为不只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在决定 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这种这种influence 所以像这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厂商这么喜欢做自如性行销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其实你不小心不经意的看到某个产品 它其实会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一个一点点的痕迹 就算你不知道 那这个是真的 只不过它到底有多powerful可以去影响你的行为 这就需要量化 那所以有一些人会进入行销去专门做这种比较自入型的这种行销 就不是太不是很over的讲说大家来买我这个东西 而是那种很suttle的这种慢慢的在生活中置入不同的 置入不同的这个线索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做比较经济学的这个研究 像大家可能 现在很多研究在说 电力公司的账单要怎么设计 才会让使用者下个月更省电 还有这种研究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希望你更省电 这对他们也好对你也好 那可是要怎么设计才会让 让人们有这样的动机呢 所以一个方式是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收到账单是不是这样 一个方式是说 你在你这个district里面 你这个月的用电量是这个district排名 地百分之地几这样子 让你有一个那种班上排名 想得名的那个心 没错 可是呢后续的研究又发现 这种方式只能激发本身就很care环保的人 本身不care环保的人呢 反而会有反效果 所以他会发 讲到一个本身就不太care环保的人 他发现 我什么都不做 我居然还有70几名 就70几% 表示我可以再摆烂更多一点点 然后我都还可以 所以他们发现说 这个招数一旦使用以后呢 有一半的人会更努力的省电 有一半的人会更努力的摆烂 这样子 那所以接下来就变成说 那我要怎么知道 哪一组人是摆烂组 所以我以后就不要用这种方式 要用别的方式来激发他 所以这个也就跟行销的脑科学 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生活中有很多 这方面的例子 这样还蛮有趣 那当然最终 最主要的就是往医学领域去做 所以做一些医学相关的研究的话 是最 是大部分的人 有PhD的都会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 不过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 感觉上就像你前面提到的 问对问题 下去做的研究非常重要 对 所以脑科学我觉得有趣 在于有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研究的东西 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 我们不像生命科学 用biology你可以把一个细胞放在显微记忆下面 然后你就去看 然后就去算 大脑 大脑你就算 你就算我今天把我的大脑打开来给大家看 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你看我的个性在这边 然后我的第一次考 我第一次考Stray A的记忆在哪一边 就是指不出来 所以我们研究的东西 我们研究的东西是隐形的 所以你要怎么用一个钓鱼杆把它给钓出来 再去研究它是一个很难的 我觉得是它challenging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这是脑科学跟其他领域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有趣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它这个样子 所以脑科学需要很多的创意 它跟一般那种比较硬邦邦的科学不太一样 就是它需要去设计一个 你要用很多的创意 可是又要很有逻辑 不能太over的创意 然后变成什么东西像个鱼网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从大脑鱼挖出来了 回来反而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分析那个结果 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又要有很严谨的逻辑 又要有很有趣的创意 去把你要的东西给钓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脑科学有趣的地方 也是很适合很多 很多人常常觉得我觉得科学很无聊 需要很exciting我才会做 那我就会推荐脑科学 脑科学就是一个很吃创意和逻辑 at the same time 创意和逻辑 好像不太相关 可是这两个都很重要 这我觉得脑科学有趣 而且又跟生活息息相关 可能有一些研究 你觉得不是在这场真的是这么常接触到 但是脑科学感觉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对 所以如果想要做那种跟生活上相关的 那就可以说像我们这种认知科学 或认知神经 认知脑科学 因为认知通常就是在讲说 某一个认知功能 那认知功能叫注意力 记忆 这种东西就跟生活上相关 如果你想要做那种比较跟医学相关 那不一定要很贴近人的生活 就是要贴近病人 让人生活变得更美满 那就可以做那种比较basic level 我们所谓的wet lab 就是真的会穿白袍 然后拿着那个 像我从来没穿过白袍 我的实验室都是那种电动 和开车的赛车椅 和那种脑波帽 我从来不需要 我的实验室都是在玩的 那如果想要让病人的生活更好的 不一定要跟生活贴近 可是就是要从细胞治疗 或者是从细胞的方式 神经人的方式 来恢复他的神经修复的功能 那就可以做比较biology方面的neuroscience 而不是比较cognitive的neuroscience 所以neuroscience太多种 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 或观众朋友的小孩子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neuroscience 它包括这么多不同的level 那越下面的level 可能越跟这种医学和基因 和这个neuroscience相关 越上面的level 可能就跟生活相关 就会跟一些那种什么 学习啊 或是方向感 就这种比较 你用这种另外一种层次的方式 来帮助学龄的儿童 或者来帮助记忆不好的人 也是有办法的 对 可能很多家长会对这一块 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哦 对对 我觉得脑科学从20年前开始 它慢慢的变成一个 比较dominant 比较慢慢变成一个显学 这样子 因为太多 太多application 所以现在大家 所以以前 以前我们要选脑科学 就是啊 我对脑有兴趣 然后就 哇 那我就选脑科学 甚至有可能 major上面没有脑科学可以选 所以我要去选别的这个科系 然后自己做脑科学 现在20年后 有一个大的转变 现在变成你要选脑科学 老师会问你说 那你是哪一个脑科学呢 里面太广了 是细部的哪一个部 那这个对高中生来说 会很overwhelming 因为他说 我就是喜欢脑科学 我怎么知道脑科学 有分 有分几十几百种 所以 所以要做很大量的科普阅读 才会稍微了解 我的兴趣在哪里 对 不过我另外也想请教教授 就像你说的脑科学真的 涵盖太广 有这么多的细分之外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那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脑跟心是一起的 还是分开的 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我们会觉得说脑跟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所以它绝对是一起的 绝对不会是分开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从70年代开始 你会发现说 我们刚刚讲的病人 如果这边有中风的话 他就无法说话 如果这边中风会怎么样 那有意思的是前而夜中风的话 他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所以他一个本来文质彬彬的人 如果是前而夜受伤或者是中风的话 他就会性情大变 然后变得很暴躁 然后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你仔细想想 如果没有中风 是不是生活上也有这样的人呢 那有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也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饿了他就在地上打滚 然后他看到这个糖果 他现在就要 他不能等到Christmas再来买 他就是现在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中风的病人 是前而夜受损 小孩子是前而夜还没有发展完全 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人 行为像这样的病人或小孩子 通常是失智症的老人 失智症的老人 某一些老人 他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长辈有失智症 就会发现他们会慢慢的有一些怀疑说 你是不是偷我的钱 很多怀疑 而且有的时候会爆炸 然后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开始event 就觉得奇怪 以前好像对我 以前都是和海可亲的 突然变了一个人 变了一个人 那其实他是因为前而夜开始退化 所以小孩子没有发展好前而夜 也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老人前而夜已经退化了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年轻人 前而夜很健康 可是出了一个车祸的话 或者病毒感染 所以受损 也会有一样的症状 就让人不惊怀 所以可见我们控制情绪和我的个性 和我平常社交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其实其大部分是跟我的这个硬体的构造 是有一点关系的 就有点像是一个 有点像是个电脑 我们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一个超级电脑 你的大脑就是一个很强的超级电脑 你如果今天把某一个显卡给砸坏的话 那他就会 他还是可以运作 硬碟也还在 记忆体也还在 可是他的影像可能就会出不来 因为显卡坏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电脑的软体跟它的硬体 有一个1比1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关系 所以人脑也是一样 所以人脑哪一个地方有受损 像负责视觉的是后脑勺 这个地方要是中风的话 你真的就会看不见 不管你的视力是不是2.0 你还是看不见 因为这个有点像是你的webcam 这样子 你有办法process那个information 后面这个脑区才是真正你的显示卡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硬体 我们在研究大脑是硬体 可是它跟你的心 也就是你的软体 是息息相关的 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这样子 对 那脑跟心是息息相关的 那脑跟灵魂呢 是一起还是分开的 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议题 主流的脑科学我很怀疑他们相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心就可以解释大部分灵魂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慢慢的变成说这是一个哲学也是一个科学的一个debate 那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把它想得这么复杂 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对于灵魂的定义 可能会的确会有可能会被心智科学给challenge 有可能需要update 到底什么东西是灵 什么东西是心 这个我们需要update 像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任何跟情绪有关的 可能都是灵魂的一部分 现在发现其实情绪好像也跟脑瘾是有关系 然后忧郁症好像也是跟脑瘾有关系 所以可能那个不在 有可能不在灵的范畴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脑科学的确有一些有趣的finding 可以让我们可以inform我们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以前对灵魂的定义是不是要更新呢 还是你觉得没有关系 可以再按兵不动再等待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脑科学有的时候也是怎样 有可能今天说一套 然后明天又发现新 有不同的新发现嘛 对 所以我们好像也不需要那么急着 那种更新我们的定义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的确 就是灵魂心还有脑算体吧 所以这应该都是一体两面 一体三面的东西 我们倒不需要太快的去 discount脑科学 或太快的discount宗教给我们的一些lesson 像我最近读到有很有意思的论文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像以前脑科学家 你如果跟脑科学家讲说 个性或者是上一代的创伤 会隔代遗传 以至于父母 可能父亲去当兵 然后在战场中所受到的创伤 回来了以后 已经不打仗了 然后生小孩 生了小孩 会不会有父亲在战场上的这种 trauma 不一定是回忆了 会不会这样子的人 有这种PTSD的这种人 他生下来的小孩 会不会更畏缩 然后更容易那种受到惊吓 以前你要是跟科学家讲这个 他们一定会说 怎么可能 感觉很不科学 现在就是为科学 这样一定大家都会 一定大家会把你骂死 结果最近发现说 这真的是可以 上一辈的经验 是可以透过DNA Methylation 也就是Epigenetics 的方式 就是DNA假计划的方式 他在不改一些 你DNA sequence的情况下 他只是遮住某一些DNA 或者是打开哪些DNA 因为他是 他不改 不改变你家的蓝图的情况下 他只是把某些地方用屏风遮起来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人的个性就会有 下一代的个性就会真的变得比较畏缩 真的变得比较容易惊慌失措 那我们在宗教里面 我们可能会讲说 这是隔代的这个诅咒吗 还是这是一个隔代的一个什么某一种东西吗 我们会用比较虚无渺茫的这个词去形容它 不代表这是假的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只是不知道 它背后科学的这个机制 可是这个在教会或者是在其他宗教 早就已经讲了几百年了 就是上一代的这个记忆会 会传到下一代 只是科学家没有发现而已 现在发现 发现说原来是可以透过这个 所以我觉得科学跟宗教或是脑科学跟灵魂不一定不能共存 只是两边的人的思维不太一样 我大部分遇到的教会里的人好了 都是比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这种概念 我大部分遇到的科学家都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 所以像隔代一种 在这方面给我们再多讲一点 举一点例子还是什么 像科学家就是我除非我看到证据 否则我就是不相信 对 而且这个证据要非常的困难 所以像我们讲说 各个不同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都有发现 上一辈的这个经验创伤的经验 有可能会通常都是负面的经验 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个性 这个科学家就是说 你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你可能是带着有色镜片去看 你就找到了你想要找的东西 这个不可学吧 直到发现DNA以后 和这个epigene以后 才发现原来之前这些人讲都是真的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 其实这些现象都存在 只是科学还没有找到一个解释之前 科学家就会觉得说 我还没有找到解释 所以我要说它不存在 可是其实不需要那么 不需要那么那个怎么说 不需要那么警官 所以科学真的态度就是这样 除非有百分之百的证据 否则我会先说它是 因为做实验 他们就是长期被这样子的训练下来 否则你要是什么东西你都相信的话 那就 不用做了 所以我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们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我可以了解 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 approach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 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平常生活中 或者是民间团体 或者是信仰里面所发现的现象 它其实有可能是真的 而且它有可能是给了我们一个what 这样 所以很多人其实早就几百年前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就已经观察到这个what 它只是没有这个科学的background 跟你讲它背后的how 可是这个what 没有how 不代表这个what 是假的 这个就是存在的 当一个学生用功读出的时候 他成绩就会变好 这是一个what 这是一个association 那我就算不知道他学习 我就算不知道他脑内的机制 脑内是怎么处理这个学习 我还是知道 每次我小孩用功的时候 他成绩就会变好啊 这就是一个事实啊 难道我一定要能解释他的脑科学的机制 但是我才能说 我才能证明 温习是有用的啊 其实不用的 你只要证明 温习是有用的 脑科学的机制 只是来解释他的how 而已 有了how 当然这个what就变得很 很believable 可是在我们脑科学 还没有arrive at 这个how之前 难道这个what就不可信吗 其实不一定 所以我真心认为总有一天 嗯 灵魂 信仰的一些观察 嗯 跟脑科学完全都可以 会很完美的这个 融合在一起 好期待 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不确定会不会在我有生之年 不过我相信 相信 不过我想你们的研究 就是一直在帮助 朝这个方向前进 对是的是 这当然是大家最后的终极的目标 你如果去问任何科学家 然后问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科学家他也会跟你讲说我就是追求真理啊 是 我还是追求什么 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追求真理 只是在不同的level 用不同的method 来做一样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总有一天 这个会 大家都会在 都会在同一个钟点 这样 这样 哇今天真的很谢谢曾教授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的分享 真的学习到很多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键订阅 就可以及时收到最新的节目哦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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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